其實選手會有很大的壓力 那其實相反過來 如果說在比較水準較低的選手後面 很有可能你的分數沒有辦法被拉很高 是 來自福建的這位林凡這位選手 其實也是相當優秀的一位選手 他也獲得了第七屆亞洲武術錦標賽的金牌 那在他們的時運會裡面 雖然說只得了第四名 不過其實能夠在時運會裡面到前六 已經算是非常強的選手了 這是一個左右抹刀的動作 好 背花刀 林凡選手的不管是男刀或者是男拳 其實都結構相當的分明 尤其他這個全身這個動起來這種感覺 其實這個力量還有他的動作張力都會特別大 使刀的跟使劍的女孩子在演出的過程當中就完全不一樣了 對 同樣是女孩子當他是使刀的時候就是咄咄敵人 對 那在使劍的時候那種感覺是完全不一樣了 對 其實也是因為刀的特性 刀跟劍的特性也是截然不同 所以說這個選手也會有不一樣的一種表現 像剛剛各位看到這幾乎動作其實一不小心可能就會掉刀 因為他這個動作有一些旋轉的動作 所以說有點困難 控制得很好的話其實需要訓練一段時間 他的分數非常高 9.8